把星际元及神秘学带入日常生活中 作者 梁启鸿 蓝白雪 日期2022年1月19日 有些人认为星际元或神秘学的理论不是主流 没有重要性 长久以来 历史学家都认为山海经不是历史文献 只是传说神话没有什么重要性 山海经曾记载 夏宇曾派出多个地理文化考察队伍 到四周边界立下记号及了解所到之处的文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 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西贡 马湾岛等地发现古代石刻及绳形图案也可能是文字 而这些神形图案和河南下代二里头文明的神形图案的相似度很高 吸引力法则 多重平行宇宙等星际元或神秘学的理论都吸引了很多朋友在茶余饭后讨论 有些传媒甚至制作了一些节目和大家讨论 可是八卦的人多 认真研究的人少 研究的人少 把研究得来的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的人更少 如果我们都能把这些理论实践于现实生活中 这对现实来说一定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人类心灵的提升做出美好的贡献 我们都善于批评 对于政府 上司 老师 父母 伴侣及儿女 我们都很容易找到他们的错处 可是 我们自己呢 在现实中 网络上或电视上的娱乐当中 大部分都见机于嘲笑 欺凌或侮辱他人之上 当我们欣赏这些娱乐时 我们有没有同样乐在其中 分享当中的邪恶 对他人来说 我们是帮忙分享善良 还是帮到忙分享邪恶呢 其实 我们可以透过正面改变我们面对的周遭环境 去正面改变在周遭环境遇见的人 正向思维实在十分重要 我们首先在脑中建构一些想法 然后呈现一些影像 这些想法 影响了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又会影响其他人 是即物 我们透过经验这些人 是即物 便能建立起我们的真实世界 心灵是生命 心灵是生命 思想是建筑师 身体是结果 上述三样都是经验世界机械的组件 只要我们有好的心态 包括勇气 自信及想象力等 我们就可以令到心想的事成 但是 为何我们的父母会死亡 为何我们会生病 为何地震 火山爆发 龙卷风 海啸 洪水等天灾不能避免 我们生存的世界中 有一些物理定律是不可能改变的 例如 身体是会衰败而不能逆转的 天灾是不可以避免的 只有思想是最后的真实 而我们是可以把思想变成现实的 我们要仔细思想 我们往哪里走 在前面的转角会遇见神吗 我们要拥有可实行的计划 然而 即使计划失败了 也不要失望 不要垂头丧气地离开 请留在这里 作为志同道合的伙伴 大家要一起分享当中的失望 一起分担 我们明白 执行一个计划等于进行一个实验 实验可以成功 也可以失败 我们可以检讨一下成功或失败的原因 一切实在也不要太介怀 这些经验 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 也会记录在我们的心灵记录中 对我们都有益处 在它后来也会蒐集 然后再组了 拥益